Hello 線上正在觀看直播的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GinTime的生物資訊專員Ginger 戴景淳 那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 次代定序好上手分析工具BaseBase 那這個是今晚專門為生物資訊新手 所設計的雲端分析平台 主要是圖形化界面設計 那所以只需要滑鼠點擊的方式 就可以進行NGS的分析設定 那我們待會兒會實際開啟網頁操作 讓大家可以更熟悉操作界面 那如果課程中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聊天室留言 我們課後會針對大家的問題進行回覆 那在今天課程結束後呢 大家就可以知道如何去申請一個BaseBase的試用帳號 那怎麼樣去建立Project 以及上傳分析要用的這個FaceQ檔案 那怎麼樣選擇App分析 以及分析完之後怎麼樣查看我們分析結果 如何分享我們的數據 那或是如果說有補data的數據 要怎麼樣分析等等的操作步驟 我們就都會在今天的課程帶給大家 那我們剛剛一直在提到這個BaseBase的試用帳號 那他申請後可以試用多久呢 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